平民吃枪,杀人合法,周围行人还习以为常 菲律宾总统如此铁腕禁毒,能挽救国家命运吗? 在菲律宾,任何人都能合法杀死毒贩,且不受任何法律责任 毒贩出门买个榴莲,就可能会被枪杀 在菲律宾,年满12周岁者,只要敢涉毒,下场也跟毒贩一样 不论是平民还是警察,只要击杀毒贩,甚至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 菲律宾的禁毒手段为何如此狂暴,慢慢撕掉毒窝标签的菲律宾 是否会因为总统杜特尔特的卸任,再次沦为毒品天堂 今天跟着万物一探究竟,你想毁掉我的国家,我就先毁掉你们,我会杀光你们 2016年6月底,杜特尔特成为菲律宾总统后,公开向毒贩喊话 禁毒计划绝对不会停止,除非最后一名毒贩得到应有的惩罚 否则我不会手软 也是从这时起,菲律宾的铁外禁毒战就此打响 看着全国上下300多万瘾君子,杜特尔特深知法律和道德,无法约束毒贩 于是他给予了警察处决权,并鼓励民众击毙,拒绝伏法,赋予顽抗的毒贩 如果有功,甚至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 此政策一出,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00多名毒贩被击毙 还有不少毒贩,直接横尸街头,连亲人都不敢上前认领 因为毒贩和吸毒者,情节严重者,家人也会连罪 这样狠的禁毒手段,让菲律宾毒贩无处可葬 到警察局自首的人,甚至排起了长龙 监狱一度满的住不下 那么菲律宾究竟是怎么变成毒窝的 杜特尔特如此狠辣的禁毒手段,又是否真的有用 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菲律宾有落后小国的标配三件套 殖民残余,经济失衡,以及政治腐败 16世纪末,西班牙对菲律宾展开了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 因为地处热带,常年降雨,阳光充足 贪婪的西班牙人,直接捣毁菲律宾的农田,种上了大麻 直接干起最挣钱的买卖,反毒 丝毫不顾及那些农民,会没有粮食吃不饱饭 19世纪末,菲律宾民主意识觉醒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运动 美国以解放者的身份,打败西班牙 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菲律宾 并开始灌输,推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 1960年,美国流行西皮式文化 超过200多万的青少年,通过西式大麻释放自己 短短几年,这股风潮就蔓延到了欧洲大洋洲 菲律宾的青年们更是有样学样,开始放飞自我 青年们的放纵,间接带动了菲律宾毒品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跑到菲律宾种大麻 菲律宾本地的毒销,甚至还跟墨西哥的集团之间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菲律宾巅峰时期,甚至提供了全球70%的大麻量 可见菲律宾的贩毒量有多大 菲律宾,1.08亿人口中,超过180万人长期吸毒 菲律宾毒品为何会如此泛滥 关键在于,之前的法律问题 2016年以前,菲律宾刑法对毒品犯罪 沿用的还是1930年的修正刑法点 主要管制的是鸦片和烟具 很多新型毒品,根本就不在管辖之内 这些刑法,已经不再适用现在的社会 尽管菲律宾在2002年,又颁布了全面危险药物法 可这项法案一直没有执行 而且就算是大麻毒品犯罪 也只会处罚500比锁 这对年均收入超过14400比锁的菲律宾来说 就是九牛一毛 犯罪成本极低,也是菲律宾大面积种植大麻的主要原因 长此以往,位于菲律宾的跨国贩毒集团 以及本土贩毒组织就越来越多 毒品在菲律宾愈加泛滥 因为夹在金三角和美国之间 菲律宾成了制毒贩毒的天堂 1989年成为美国殖民地后 美国开始大肆掠夺菲律宾原材料 然后再向菲律宾出口 菲律宾的经济全靠清工业和农业 发展越来越精香 1997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等警察来收拾 在这样无差别的严厉打击下 不少毒贩主动走进当地监狱 毕竟出门买个榴莲 就有可能被枪杀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有失利的大毒枭纷纷逃至海外 没失利的小毒贩 只能主动自首菲律宾监狱 一时间是人满为患 据统计 在杜特尔特的铁腕之下 他们一共捣毁了36个大型冰毒实验室 600多个制毒窝点 130多万名吸毒者和毒贩主动自首 然而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 虽然将毒品相关犯罪率降低到了9.8% 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些执法者和赏金猎人 会为了挣钱滥用职权 甚至杀粮冒工 打着禁毒的幌子 屠杀无辜者 不少人为自保 只能去黑市买防身武器 反而促进了当地非法军火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 杜特尔特残暴的禁毒方式 也让老杜受到不少非议 国际社会认为 杜特尔特是罔顾人权 没有法律底线 联合国人权社指责杜特尔特的行为极端 严重影响司法程序的合法和政党 冰岛甚至直接将杜特尔特告上了国际法庭 对此杜特尔特不屑一顾 在他看来 跟毒贩讲人权 就是愚蠢的伪善 只有强硬手段 才能打击毒贩 拯救菲律宾 如今菲律宾已经在杜特尔特的带领下 进行了五年的扫毒 虽然期间 时有发生流血事件 但是民众并没有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度 依然有76%的民众 满意并支持政府 继续进行毒品打击行动 然而杜特尔特 六年的任期即将结束 根据国家法律 他不能连任总统 所以不知道等下一届总统上任后 都是否会继续坚持 这样的铁腕禁毒手段 菲律宾未来的禁毒之路 是否能继续走下去 如果新总统叫停禁毒政策 那杜特尔特这六年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 菲律宾甚至会遭受毒品反噬 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菲律宾之后的禁毒之路会怎么走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